新月幸福乐 你是开心的 你是幸福的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 欢迎听众朋友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然后呢很开心的继续想要跟大家 现在开始应该要讲梦 梦旋系列 艺者的说书 然后呢在 他最近跟自由之秋 那个出版社的那个翻译的一本叫做 觉醒之后 然后这本书是阿提亚香提的书 这是应该是第三本的 那个先请梦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好 艺兴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们是不是要先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因为搞不好听众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这个版本这样子 哦好啊 虽然他之前已经其实已经出过两本同样是 自由之秋主板社区 嗯 不过还是大概讲一下好了 是 他就是一位美国人男性 然后其实他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就也是接触很多 后产学嘛 嗯 跟印度的一些思想 然后通过他自己的的静坐 还有各种羞耻 然后在25岁的时候有了第一次的贴见那种诗相的开悟经验 是 然后就在接下来五六年他又经历了其实大家小小的一些觉醒的经验 他之前跟自己生活上的一个很多的重重的打击 当然这些打击跟他的觉醒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书中其实都有提到这些故事 嗯哼 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 是 那 所以说他变成现在 他是不是在加州嘛 嗯 现在加州还蛮知名的一个一个灵性老师 嗯哼 是 对 对啊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他的书真的是 呃不知道是艺者厉害还是 本身他球很厉害哦 诶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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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本身的那 他讲的东西就已经蛮有力量 对 就是还蛮纯的 是 蛮powerful的东西 所以 对 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坊间出的太多太多的 就是他随便一个小小的论点 然后外面讲的那个天花乱坠 天花乱坠 对啊 然后有时候还会 我觉得还有时候还会误导 误导更多人 我觉得很可惜 但是呢 我们今天就是好好来谈一下 觉醒之后 诶 为什么他会开始来谈觉醒之后呢 因为其实他的 他的书是一系列的嘛 他之前有出过 我们已经出过 中文版已经出过两本 其实谈的 多半都是跟觉醒本身 这个东西有关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特别的 去谈到说 诶 那觉醒之后呢 要干嘛 如果是 我们连读到的都是幻想或是空 诶 我跟你讲 我常常都自己会幻想说 最好呢 可不可以就是 那个觉醒就是比如说睡一觉 然后就不见了 啊眼睛睁开 哇我就在天堂了 对我就想说 我可能就在天堂了 我很希望可以那个语化成仙 对对对 就不要再受这个身体之苦 或是这些 有的没有的之苦 这样子 是 诶 所以 所以 对对对 好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语化嘛 对不对 对就是很多人就是希望追求 灵性开悟 然后呢 以后就什么事都没了 什么事都没办法去 就什么事都可以 呃 好像在天堂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办法不食人间烟火嘛 啊 对 那这个这本书之所以会出版的缘由 就是因为 呃 那个美国有一个Sounds True出版社的社长 嗯 叫做谭美Simon 他跟这位老师 他跟艾迪亚很熟嘛 他就跟他聊天 聊到很多 因为他们都是在灵性圈子里面很久的人 是 那当然我们现在 灵性的资讯 好像越来越多 之前毕竟好像只是少数人 偷偷的默默的在修行 可是 这个 这几十年以来真的是爆发 对不对 灵性资讯非常多 那大家也渐渐的 我觉得大家灵性也是 整体来说也是有提升 所以 越来越多人有一些觉醒的经验出现 然后有很多老师出现 那同时他就听到很多人在谈论那些觉醒经验 可是他又常常觉得很奇怪 就是 他们谈论的东西有些 似乎跟生活有一些脱节 或是有一些矛盾的 嗯 那他就 开始在 在思考说 到底觉醒之后 是 真的觉醒了就一劳永逸 你就 你就好像一个完全 呃 看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或是说 做任何一些事都是对的 那样子吗 或是说觉醒之后 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事情 是 那阿迪亚那时候正好在针对这个主题 进行一系列的演讲 嗯哼 所以要请他把这些演讲的内容集结成这本书 是 所以就有了我们这本书 嗯哼哼 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那个 呃 也许我们必须要跟听众交代一下 所谓交代一下就是说 那个 呃 就是我们有这个肉体 那还是在幻境里面 啊觉醒以后就是你的心灵 那个 也许就像阿迪亚相提里面 谈的就是说 欸你的意识开始 开始出离了 他好像里面有特别 举个例子 就好像那个什么太空 太空什么 哦火箭发射 对 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 你有一个你出离了地球 但是你有一个引力好像要把你吸回来 这样子 对对对对 他就提到这个例子我觉得还蛮清楚的 就是 做梦状态 就像地心灵地一样 还是会有一个力量把你挽回拉 那你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脱离这个做梦状态的时候还是 你虽然已经开始脱离了 可是引力还会持续的 拉扯着你 所以这是会有一个过程的 大部分的人拿他这么说 那你觉醒的时候 这个引力有多大 那就每个人就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夜历包袱 都不一样 有些极少数的人 他可能夜历包袱没有那么重 他可能一觉醒之后 可能就真的摆脱了99%的 这个制约跟夜历包袱 可是多半人并不是如此 还是要经历过一个 挣扎的跟持续的过程 这样 嗯哼哼哼 对啊 就我觉得他讲的比较浅水就是说 其实那个 欸你知道吗 突然我想到那个 在就是佛陀他里面也有人去问佛陀说 因为佛陀里面好像讲真阿罗汉 对不对 然后你是不是 我真的以后就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佛陀都没有 你只是比别人更清晰你要干嘛 这样而已 对没有错 他有提到就是说 觉醒之前之后 其实你这样要处理的事情都是一样 只是你看待 你处理跟你的观点 你的视角就是变了 你可能觉醒之前 他的描述是平地视野 然后你觉醒之后是一种鸟看的视野 是 这本书也不是说你觉醒 有了觉醒经验才能看 就是说你觉醒之前跟之后 其实息息相关 只是说你的视角变了 那如果能够 我们如果能够说去全盘的了解这一些 那应该会 不管怎么样都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不管我们到底有没有过觉醒经验 或是说我们处于哪个阶段 了解这些都是会有帮助的 是 我觉得最大的 就是他的那个视觉的改变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由 就是我这个 这个我值的这个我 然后来看这个世界这样子 对 那里面最大的视觉就是说 你开始会 会那个全然的 全然的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合一的状态 不会有分别 也不会有那个 那个判断 就不是判断 那里面指的那个判断好像就是 不会说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对 对 对 然后就会完全的就是 融合性的 看待这 的每一个每一个状态 而不是一个个体一个个体这样 基本上就是觉醒经验就是如此 不过他有提到说 觉醒就是说 有分持续性觉醒 跟持续性觉醒 那持续性觉醒 持续性的当然是比较难得的 就是说你一觉醒之后就没有再回到之前的痒 对 那通常大家都是非持续性 可能你这种经验突然出现一个比如说 顿窩或什么经验 然后可能会持续一天一小时 甚或一个月一个礼拜 一年都有可能 然后之后可能渐渐的你的一些制约 就是你的业力啊 一些吸气 因为你还是维持着你的人类的身体结构 头脑啊性格这些通通都没有改变啊 要完全从这个脱离是有点困难 所以你的吸气啊制约一些想念感觉 又会再度的冒出来 嗯哼嗯哼 这是他跟我们提到的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因为觉醒之后 会有许多的陷阱跟幻觉 然后一般人对觉醒也会有一些误解 所以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 要如何的去面对这样 是 然后我突然想到 有人会跑去问阿提雅湘体说 诶那个我怎么去保持觉醒上 就是上一个一直感觉到一直保持下去 这样子 好多人都喜欢这样问 对不对 对啊因为你停留在一种很狂喜的状态 大家都很想要一直留在那样的状态 嗯哼 嗯哼 刚好提到这个他有提到这个就是一种 常见的幻觉的就是 其中一个陷阱就是你会想要停留在超越状态里面 逃避 逃避你自己的生活的一些困难的面向 是 就是躲在那种好像我陶醉在那里面 哈哈哈 然后反而就觉得我要不使人间烟火 就又跳入到另外一个幻境 对对对又跳入到另外一个陷阱里面 那其实这都是对你 对我们的这个觉醒的开展 灵性的开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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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 会不会就是 大家都追求一个顺流的状态嘛 对不对 但是好像听起来好像 呃并不会完全顺流 对没有错 这个就要提到说 他有讲到一般人对觉醒的误解 就是说以为啊觉醒之后就一切都是制服啊 狂醒 都是正面的情绪 我们不是说常常要感觉很好吗 然后或是什么神秘的经验 或是一种很快乐的无忧无虑种 其实他说这些其实是觉醒的副产品 是 那可是我们不能从追求副产品下手 因为你很可能只 你如果从追求副产品 比如说房间现在有很多教你如何感觉更好啊 或是说在爱和光里面啊 或是等等等等 可能会让你一时觉得情绪很好 很嗨好像飘飘然 可是他说很有可能的是 你追求到这些副产品 并没有获得开悟或真理 你有可能只得到副产品嘛 可是并没有最重要的东西 开悟或真理并没有 所以你追求开悟或真理 可能会出现这些副产品 但不代表说这些副产品就是开悟跟真理 嗯哼哼哼 这个就是那个孟显一直在谈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那个 阿提雅相提在谈的 就是为什么他很很纯粹的重点就是 因为生命的本质 就是我们常常在 在我们应该这么讲是 我们在经历或是在我们经验生命的本质应该是 因为本来你就会有一个状态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想 就是 来到这个奇怪的幻境里面 就是小我的世界的时候 你会其实你会很多事情就是 因为小我的世界就是那个暂时性的存在 所以你会去证明这个 为了这个价值 或是为了这些状态 你都一直 一直会去抓起 抓起 比如说外在的眼光 或是外在的肯定 对不对 或是说一直在追寻某种东西 对 当然坊间 我觉得一般激励的书或是坊间 当然就是怕你就一阵不喜要 对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面对小我的轨迹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太能接受说 他竟然用这种方式去讨爱 或是用这种方式在证明自己的价值 没有错 不过当然是说一些励志 或是说暂时的提升情绪 当然相对上 有时候当然也是需要的 是是 阿迪亚讲的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究竟上 究竟上的层次 对 就是说你不能只是追求那个副产品 就是副产品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只是从一个比较 不好的做梦状态 就是追求另外一个更好的做梦状态而已 就还是没有能够了解这个分子 对 然后他还有讲一个蛮特别 就是通常比如说觉或开悟的人 好像说出来是 如果你说出来或是表达的时候 你会陷入一个状态去 然后他又举一个 他说耶稣当初在讲说 我已经觉醒了 结果就被他叮到 在十字架上 对啊 因为 真理 我就看你多真理 你还是被处死什么之类的 因为跟一般的那个人 落差太大 对一般人其实是没有办法 接受一个开悟的人的那种观 因为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在看事情嘛 对 嗯哼 对啊 那他有说到说 其实一个人觉醒之后他会 很常出现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因为他刚刚从 因为你很多过去的 想要做的事 就是以小孩为中心去 产生动力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能 是 再感到有兴趣了 对 可能就是说忽然之间 很多东西你都没有了 可是你又不知道下一步要该怎么走 就是会有这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嗯哼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状态就是 就是过程了 就是也许你在觉醒那刹那刹那间的状态 你会觉得 哇我可能不需要追求明跟利了 对对对 忽然就是什么都没有意义 对对对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样 对一个过程就是觉得说 欸我应该不需要了 什么东西 但是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他讲的一个 为什么叫觉醒之后 就是你当你已经过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做 你还是会去做 但是你已经不是以这个外在的 的名跟利为一个主轴 或一个条件来 来一个目标来往前走 而是你是很很心很很很安定的 对不对 然后很很就是不会有彷徨 或是那个太多 对对对对 你就是很坦然的去面对很诚实 他有说一点就是对自己诚实 真的去探索是很重要的一点 之后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视野 去做自己的事情 那事情一样是在那里啊 那也许有些东西我们不想做了 那我们也可以真的不要做 那有一些新的事情 我们想要做 也可以做 是 说到这个我 就是说要对自己诚实 不能用这个觉醒来当做一种逃避生活的方式 是 我觉得你说到这个诚实这个部分 他在书的里面的章姐也有谈到就是 一般的夫妻或是我们一般的沟通啊 对对对 就是你要不要讲这一段就是那个 就是说真话的那个 对对对对 哦他有讲到说 对我们一般人其实不可能每句话都是真话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总是会有所保留或有一些圆滑的方式去 去讲 甚至在关系之中更更是如此 就是尤其是夫妻关系里面 那他有讲到说有一对夫妻好像 婚姻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之前讲话都是彼此想要说服对方 就是好像在争辩 就是说我讲出这个是我要说服你的话 我要你认同的看法 可是有一次他们老是就叫他们做一件事 就说我们你们就是有一段时间 然后你们彼此只要说出真话就好 比如说你讲你讲你现在讲五分钟 然后先生讲五分钟 然后太太讲完 太太也不要去做任何的回应或是回答 你就是纯粹的让他讲讲讲 这样好像不是在讲给太太听 那太太呢在轮流讲就是换五分钟换太太讲 就是讲讲讲奇怪他们居然讲了三个小时 然后之后他们就是说你也不要管这个后果 到底会怎么样 就是在这三个小时 在这一段时间时间里面 你们只是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感觉 然后把它说出来 就只是这样 然后也不管到底 也不想他们之后会不会在一起啊 或怎么样 不过后来好像也没离婚就是了 就是说服的这一段有点像是 其实有点像是疗愈跟一种 袒露自己的这个过程 是 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 要跟听众朋友或是读者 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就是 常常我们在讲我们内在的东西 都是在讲自己的信念 对不对 而且是想要对付对方 对 然后希望把自己的垃圾都塞到对方的头脑里面 这样子 对 这并不是真的的真相 也并不是 因为所谓的真相 所谓的真相 是 你所出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思考说 到底他讲的真相是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聊天 在讲诗的时候 我当然就是要告诉你 我内在所想的 为什么你跟我讲说 我内在所想的这一件事情 并不是真相 那什么才是真相呢 有时候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你可以像那个 阿提雅他就是 他就有一个疑问他就 躲在咖啡店里面一整天 对对对探寻这样 一起探寻说 我这句话的信念结构到底是怎么样 就某个思想出现 可是他说思想常常跟感觉连在一起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才会有产生这种思想 那这个感觉的背后 其实有一整个的信念结构在支撑 你就是相信了某一种的信念 所以你有这种感觉 然后又是产生这种思想 他就会一直去探索 知道他把这种彻底的去了解 看穿他 试破他 而不会说 我就不要理他 反正就让他在那里 那他说凡是你逃避的东西 他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回来 你终究还是没有解决他 是是是 没错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喜欢 以为这不是垃圾 然后就很一窝蜂的 你怎么没听我讲或干嘛之类的 或是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我就是这样啊 我就是这样啊 就是不愿意去更深入的去探索 那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或是那这样想的背后 是有什么样 你是因为什么样的感觉 你是因为觉得被羞辱 所以你生起了说 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坏 这样的念头吗 还是说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被羞辱 是不是因为你童年发生什么事情 或是曾经有个什么事件 还是有什么自卑感 就是你一直探索下去 会发现 整个后面是一个 整个你构思出来的世界观 在支撑着你这样子的想法 那觉醒之后 就是去深入探索 这样子的念头就是很重要 因为他说觉醒之后会有一些 因为你盖子掀掉 会有一些更深层的 一些念头会蹦出来 那你可能会吓到 那你可能会想 想说我已经有这么深刻的了悟跟觉醒 今天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出现 像他自己就有被自己吓到 说他的那个骄傲一直没有办法去除 他有了好几次深刻的领悟了 然后他在打坐的时候 其实每次一打坐 他就把他弄个标签是那个骄傲先生 又蹦出来 他就会突然蹦出一种念头 就是说其他那些人都不懂 就是说他们对真相都没有很深刻 没有像我这么厉害 就是一种优越 对 那还好他就是用他自己这种方式去 用他自己这种方式一再去探寻 然后到最后这样 有一天他觉得真的束手无策了 觉得就是安心的 他有点彻底失败 就是他的小我的那种努力到终点之后 然后就不然他这个念头就挖解掉 就是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说 你纵使有了很深刻的了悟的经验 就是你的那些念头很深层的那些制约还是会出现 那这时候就不要逃避他 就是要想办法去面对他这样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 就是把我们有一些对觉悟的这个幻觉 对 或是那个想象 就是一一的打破 可以让我们更清晰的知道说 其实并不是完全这样的顺扭 只是你观点改变了 对对对 当你观点改变的时候 你会跟你的生命的本质更为合一 就是会比较 比较不会阻碍太多 对就是跟生命 他说是跟生命真正有的联系 以前可能 他有提到另外一个陷阱 就是说无意义的陷阱 你会忽然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 对 可是他说 追寻意义其实也是小我的一种手段而已 所以他用这个追寻意义来代替我们跟生活的直接的接触 他说当你跟生命直接接触 生命就是如其所是 并不需要你去为他编造一些意义或故事 这时候意义其实已经不再恰当不再适合了 意义就是头脑跟小我的一种东西而已 那就是要很小心的说 要去了解这些事情就是了 对啊 我觉得如果很多人在自己的事业上打拼 突然学了这个东西 马上就会刹车 但是我觉得刹车如果它的转变 可以更体悟到这本书里面所谈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接下来的状态就会更加的完美 是啊 也不是说你就一定要一切造就 我只是说要避开这些陷阱 要去探寻说 你去造就啊 或是做一些新的事 或放弃什么事 背后的思考 是什么 动机是什么 对 不要落入一些觉醒后的陷阱 是是是是 好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跟大家介绍 自由知秋的觉醒之后 然后谢谢 那个蔡孟璇 谢谢 跟我们谈这本书 谢谢 谢谢拜拜 哦哦 OK吗 OK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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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